還沒丟起天真 還沒是一位一真 坐進駕駛艙內開心哼歌 興奮表情全寫在臉上 一言林志穎傷後付出演藝工作 如今又挑戰駕駛飛行汽車 四顆螺旋槳旋轉啟動 飛行汽車升空 從空中橫越河川 林志穎對鏡頭比讚毫不畏懼 還沒丟起天真 還沒是一位一真 又愛挑戰新事務的林志穎 這回登上中國綜藝節目 但坐上飛行汽車 不少粉絲都驚呼這真的安全嗎 也擔憂他先前車禍的傷勢 2022年7月 林志穎駕駛特斯拉 在桃園發生嚴重車禍 造成臉骨碎裂 爐內出血和右手骨折 雖然過了一年恢復狀況 看似很不錯 但根據瞭解 他至今都還在復健 不過林志穎透露 他想做個榜樣 才會接受節目挑戰 事實上今年5月 林志穎就到米蘭重返賽車場 體驗F1賽車 以48歲的他 持續挑戰熱愛的事 創造無限可能 在這新聞週關於蔡春齊 台北報導 F1賽車場 2賽車場 3賽車場 3賽車場 4賽車場